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天安宁日子 南宋初年要抗金活动 民不聊生 当时是大乱事 经济遭到了重大破坏 然而 正是因为北方战乱 而南方相对稳定 南方远离战祸 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运动开始的 这是继魏晋南北朝时期 因为八王之乱引起的第一次北人南迁后的第二次 北宋灭亡以后 北宋中原帝氏族纷纷追随康王赵构前去南方 史称 一关难度 南方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 可以说是空前局后的大规模开发 公元1140年以后 随着南宋与金国签索了绍兴和义双方约为殊职之国 也就是南宋皇帝要去掉皇帝头衔 称为国主 称金国皇帝了书皇 当然 后来赵构没有执行这个条约 绍兴和义以后 然后金国也南下与南宋打过几次 但是 最终没能吃掉南宋 处于治均力敌的状态 这个时期宋金之间 基本上大的战争也结束了 那么 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快 无论是农业 工商业 都得到了飞跃发展 南宋的都城林安市 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人口超过一百万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 苏无熟天下族 指的就是南宋的苏州 湖州的粮食苏无熟 天下人都可以吃饱 其实体现了南宋经济水平 比北宋时期更加发达了 当时在科技上有审阔的梦西笔潭等著作问世 南宋的钢铁 淘金等制作水平空前提高 四川地区还学会了用石油 天然气 当时南宋人民安居乐业 路不时宜 人们封一族时 南宋朝廷 每年都给金国碎壁 证明当时国库充足 南宋属于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富裕的时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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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